大家好!我是全老师! 即上次我们开坑讲的中美贸易战,后面突然拖了好多坑 所以今天老师要开始填坑 开始之前,请各位按下订阅小铃铛以及赞的按钮 这样下次老师更新视频的时候 你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出去 帮助老师能够快速达成10万订阅者的目标 好!今天老师来接续第一集的话题 为什么美国传统川普很像我们商朝最后一个帝王 纣王 各位我们看纣王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川普 我们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 唐纳川普 他到底是一个狂人 还是一个昏君 或者只是一个贪婪的人呢? 这里我们其实看川普的发迹历史来看 其实老师给川普下一个定论 他是一个人君 什么是人君? 人君就是要真心爱百姓 会担心老百姓有没有饭吃? 会不会桌上有没有地位温暖的三餐可以用? 会担心是不是百姓能够养生送死而无憾? 各位老师必须说 如果有一个白人总统是真心关心百姓的 那唐纳川普肯定是其中一位 他的心一直都在百姓身上 当选前如此 当选后也是如此 但是人君就等于明君吗? 当然不是 川普上任之后 想要广思人意 用什么手段呢? 逼迫在海外的美国企业都要回到美国去经营 为什么老师用经营两个字 而不是用发展两个字呢? 因为这些企业回到美国 就根本扼杀了他们进步的空间 为什么呢? 因为高额的税率 还有复杂的劳资与工会的关系 肯定对这些企业有很大扣分的状况 所以现在美国企业卡在中一美妙一战之间 很纠结 一方面 当然希望自己的美国很强大 一方面 你又不能跟钱过不去 不听话的话 川普还是在弄你 听话的话 你回了美国 你又怎么样在这个不利的条件之下 可以跟日本跟韩国去比拼 怎么办呢? 当然希望中美贸易战之间两败俱伤 这些美国企业可以收了什么 渔翁之力 那为什么川普有跟中华民族的纣王很类似呢? 因为纣王跟川普一样 他是一个秦政又爱民的帝王 各位可能想 哎老师不对吧 这个历史上形容暴君的词就是节奏之君啊 昼王的走九池肉林 跑老百姓 颇复赌音 蚕杀笔干 还把天下最漂亮的女人打起带回家 每天啪啪啪 怎么说 昼王是一个人君呢? 其实散布这个假新闻的就是他的死对头 西伯侯鸡昌 跟他的儿子激发所散布的 昼王帝号 他叫做帝星 他的王号也不是昼 原本在昼这个字是被周五王干掉了 昼王之后 给他的封号 他原来叫做寿王 也就是寿命的寿 寿王 他的百姓对他十分的爱戴 昼王对国内的政治也十分公平 只要你有能力 他不拘一格 都可以任你为官 即使你原来是其他部族的什么罪犯 或者是你只是一个犯夫走着 甚至你只是个贱民 他不在意 只要你有能力跟本事 昼王就会给你一个官职 让你咸鱼翻身 而作王的治理之下 他也完全不在意你的性别 你就算是女人 你也可以是宰相 你也可以是将军 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这在中华民族的封建王朝下 算是第一个可以讲究男女平前的先驱者 这样的一个好帝王 为什么后来会被丑化到如此不堪 而且他还要背负三千多年的骂名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跟西伯家之间的爱恨情仇的纠葛 说到这个 老师我们就来说说他之前的仇恨吧 咒王的祖父 也就是伤闻丁王 这个帝王也是有勇有谋 把祖先留下来的伤王朝江山打理的有胜有色 他当时最好的快乐小伙伴就是西伯侯 祭祿跟他感情超级好 超级麻吉的 这个丁王要干什么大事 这个祭祿小伙伴都会抄挺他 要人出人 要钱出钱 这个祭祿是谁啊 这祭祿就是周文王鸡昌的爸爸 周武王鸡发的爷爷 这个祭祿随着每次的建功 他都会得到一些战利品啊 因为打仗 一定有战利品 还有什么 你这个皇帝要打仗 你要赏他一些东西嘛 结果谁打着打着 这个西伯家的势力就越来越强 因为都有些收入嘛 但是这个祭祿才是在他老大哥啊 文丁王超级忠心耿耿 大哥说的都是对的 但是呢 随着事情的发展 后来有发现有出现了一个成语 其实老师应该可以借来 形容他这哥俩的关系 是什么呢 功高正主 文丁王认为 西伯后家的势力太强大了 你这个部族实在是越来越强大了 如果你哪天要造反 很难处理啊 就算我们哥俩可以自己处理完 不会怎么样 但是后代子孙呢 你后西伯家要造反 我儿子长得过吗 哎 怎么办呢 想一想 决定摆了桌酒 让他的小老弟过来 哎 咋哥俩喝一杯吧 当然记忆力很高兴啊 哎 跟大哥喝酒 哎呀 心中坏热 小雀悦 好久不见 大哥三步并两步 高高兴兴的去大哥家喝酒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酒没喝到 命也没了 这个文丁王抓住他这个小老弟不打他 也不骂他 也不杀了他 就把他关起来 让他等着吃饭 这个纪力小老弟就觉得 哎 怪怪的 怎么还没开饭呢 大哥不是来找我吃饭吗 还是还没煮好吗 哎 那等等等吧 等着等着 这个纪力就被饿死在文丁王的府内 这个消息传回了西齐 也就是西伯侯家 他的儿子姬昌 感到实在的悲伤莫名 又感到非常的羞辱 怎么说呢 你有问题 我们当臣子的 你打他 骂他 砍他头都没关系 但是你怎么可以把他活活的饿死 我们家帮你打天下 要什么 我们都出就是这个下场吗 这个心 这个怨恨的种子 就这么的种下 所以姬昌就开始怎么样 聚恋兵马 准备去朝歌 把这个君王抓起来 也把他饿死 但是后来文丁王死的比较早 他的儿子弟义 接了王位 就觉得他老子文丁 实在是很不厚道 哪有自己兄弟之间戏强的 所以他觉得想说 不然我们修补一下这个关系吧 上一代的恩怨 我们就到此为止 下一代的我们就好好相处吧 他就把他妹妹嫁给了姬昌 希望说我们联姻了 大家都是亲家 我们共好吧 可以吗 但是你把人家老爸活活饿死 这个仇事 你塞一个女人就可以解除的吗 当然很难 所以后来帝也没办法 现在没有快乐小伙伴帮忙打仗了 东边开始叛乱 就只好自己率的军队去打这个东方的部落 这仗打了很久 没打完 他就死了 为什么打那么久 因为没有快乐小伙伴帮忙吗 没有人给你祝权吗 没办法 就把这个位置留给他儿子弟兄 也就是咒王 老师一开始就说过 咒王是一个爱民的王 所以他必须把保护国家安全 当成他的当务之急呀 所以他把他精兵猛将都派往东方 去征讨这个叛乱的部落 经过长期的战争 咒王终于打赢了 他打胜仗哦 他没有打败要打胜仗 平复了 这个造成边境不安的叛乱 但这个时候 西伯和姬昌眼看 姬布可思 你的部队在外面千里之外 你刚打完 你也没钱 你现在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趁你病 老子要你的命 就率领他的部落小伙伴 然后到处去散布假消息 说这个咒王啊 哎呀 天天喝酒吃肉 啪啪啪 让我们的曹哥百姓水深火热之中 做这么多恶毒的事情 酒池又肉灵的 赶快我们去帮他 但是哥俩我们不要说我们说什么 好不好 跟着我去打 打赢了 这天下 大家兄弟们均分了 好不好 这些小国家 小诸侯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信了这个西伯侯讲的假消息 还是看上了以后可以分天下的肥肉 就联合起来 大军联合国直接开完 曹哥要一次的把咒王脑袋给取下来 不然他大军回来了 胜负还难断 刚刚还是说到 咒王是一个爱名的王 哎 大军压境了 内部应该君臣一心 肩抗外敌吧 没错 此时曹哥内部名气可用 但是让咒王战败的 不是不只是后来的周武王 激发所率领的联合国部队 还有他自己的亲戚 在后面给他扯后腿 在内部作乱 最后让咒王父辈受敌 兵败无三道 各位可能觉得很奇怪 自己的亲戚啊 你怎么会作乱呢 应该一起抗敌呀 老师一开始说过 咒王 他对政治用人为财 先论你的能力 再安排你的职位 从来不问你的出身 但这发生了一个问题了 你把官位都给了外人 那我们这些一干的亲戚呢 你二伯父儿子的哥哥的儿子 还没有一官半职 你二叔的儿子的妹妹 你怎么没给他个总经理看看 就像什么话 但是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一个消息 希伯活说 哎 你们只要我这我杜兰就黑了 那个我就不喜欢他 你只要帮我把他打下来 让我能够取他脑袋 以后这个曹哥啊 给你们当当当做首长 你们都封王 都封官 每一个人都有官座 大家快快乐乐来分张 这些愚蠢的亲戚 居然相信了希伯侯的这些小谣言 真的在曹哥内部引发了动乱 让纣王内外无法兼顾 最终败于牧野之战 而恭敬曹哥的周五王激发 他给纣王的下场 就是最后的尊重 让你伤纣王 能够穿着祖先留下来的寓衣 的一个帝王之福 燃起了火焰 让纣王能够自己走到火堆中 来结束他的王朝 纣王 他是一个英文勇勇敢的帝王 他就真的披了他的皇帝的衣服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自己走入了火坑之中 他的每一步都带有三王朝的骄傲 他不求饶 他不哭泣 带着他的骄傲 一步一步走向了烈焰之中 这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带着不只是骄傲 还有遗憾 而三王朝就随着这个人均 地心慢慢的走进了烈焰而消失的历史之中 而后来成为开国帝王的君主 就是周五王激发 后面这个对地心兽王的抹黑 因为他本来就是假消息 为了圆这个东西 他就继续散布这个假消息 把它写进史书 然后呢 开始做一些更大规模的封建制度 用人为亲 以及他还有很多的措施都开始对我们中华民族有四千年的影响 不仅如此 他还做了性别的迫害 这个所有东西才正要开始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们的周朝到底安排的什么东西 让我们中华民族四千年来都受害的 请在下面留言 如果很多人想看 老师再看要不要挖这坑 然后再把它填起来 然后我们回到现代 川普总统所引发的中美贸易战 为的就是能够让原本他除了上班 没有其他技能的美国劳工 You can have a job 你有份工作 能有个屋子住 能够让家里的餐桌上能够吃上正常的三餐 他拒绝了非法移民或是抵制穆斯林 是为了保持国内不要再遭受恐攻 更可更能够希望的是让这些可以收很微薄薪水的非法移民 能够被去除让国内的劳工百姓可以有一碗饭吃 各位川普会做这个原因的决定 是因为美国境内的经济问题 远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 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资本家不断的教育他们国内的百姓 你应该要负债消费 我可以借你钱 没钱没关系 我借你 你拿这些钱应该去买我投资的这些公司所生产的东西来丰富你的人生 然后你借了你钱 要不要还要啊 所以你再继续的乖乖的为这些公司去上班去工作 再把钱还给我 让他加利息 然后我收到这些钱 你把你努力的钱交给我之后 我再拿去借给你的小孩 然后你的小孩再继续为我投资的公司来工作 生生世世直到永远 如果美国的历史从续养黑奴开始发迹的 那现在只是把黑奴变成全民皆奴 有个日本的形容词很好 叫做社畜 社会的畜生 资本家告诉你 你不应该拥有你自己的生活 你应该对公司忠心耿耿 你应该终其一生都为大资本家而服务 而更可怕的事情 是成就这个阴谋的 不是美国政府 因为即便是美国总统台面上这个全世界最有势力的人 都只是这个黑手下的一条狗 历任 有没有英明的总统想要抵抗这个黑手 有 只要在美国总统任上想要抵抗这些黑手的 都没有好下场 不是死于非命 就是下当凄惨 如果各位想知道这个黑手是谁 可以在下面留言 老师再看看要不要挖这个坑来填 最后 川普总统所引发的贸易战 就如同桑咒王一样 你是为了百姓 你却得罪了国内的权贵跟这些大资本家 而且你还得罪了所有周边的邻国 而你认为的百姓利益就要欧盟一起来抵制中国 然后你还让加拿大里外不是人 因为加拿大靠美国就是连在一起的 更希望别的国家不要用中国华为所生产的5G的技术 让中国的科技只让中国自己强大跟便利 而各位要知道 现代是一个网络世代 谁拥有了网络的速度 谁就有最强大的力度 而谁又会想陪着一个可能快现任的草地皮总统 而让自己的国家跟民族陪葬呢 中美贸易战可能不会在太久远的将来就会落幕了 而这个人均川普在到处树敌之后 最终可能还是会被历史定罪 会被称为一个拖累世界经济的败国之君 未来的锁国的历史上 或许也有川普这个名字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请各位记得按下订阅跟赞的按钮 下方有老师推荐的视频列表 你可以去看看 若是你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可以在最下方得到老师的联络方式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